谢谢大家耐心的听我在这里 不能说胡说八道 讲一些我们传统医学 在这个养生方面的解读 和遵照我们这个群书之药中 修身养性和养生的一些解读 当然我们知道 传统上来讲 儒家和医家 它是以入世为主的 解决我们世间 这些身体的需要 生命中的一些需要 以入世为主的 道家和佛家 是以初世间为主的 他们的侧重点和目的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这个乳学和医学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 我们这个生命团体 家庭会更加的和谐 那么给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修学的环境 我们讲身安倒龙 身体非常的健康了 你才能够有更大的精力和信心去修道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我们修道的目的 并不是要解决现在这一生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如果是把心和目的专注力都放在养生方面 那我们这个修学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呢 是为了更好的为我们的修学做一个基础而已 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心和时间精力放在我们的修学上 以初世间解决我们后世的问题为主的 那么真正的养心是什么呢 真正的养心是养神是什么呢 就是要老法师所讲的 断除地狱五条根 贪嗔痴慢疑 要放下我执也放下法执 你对我都不执了 你这个身还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身去养呢 没有贪嗔痴慢疑了 无我了 你还去养什么神呢 精神呢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次第的关系 我们一定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放在这一个上面 我们要把这个呢 就作为我们这个半道的一个基础 一个前行 不要把它放在最终的目的 所以说这个真正的养心呀 养神呀 让我们的静坐呀 观修啊 做一些止观方面的修行啊 观察自己啊 自己的心形啊 然后逐渐逐渐把自己的各种的贪欲都去掉 而不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节制而已 这种节制呢是一种调和 而我们真正要修道半道呢 是要去掉这些事与和执着的啊 任何的事与的执着都是一种贪 对世界的不满 对父母的不满 对环境的不满 都是一种称 所以说我们就要逐渐逐渐的 要把这个贪嗔痴慢疑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通过念佛也好 消除这种的业障也好 通过观修也好 在自己的这个断除它啊 让自己更进一步 这是我们的根本的目的啊 刚才我们同修也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看法 在这里呢 确实是这样的 从根本上 需要在这里跟大家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那么下一个环节呢 今天呢是一些提问的问题啊 请大家有任何可以在公开场合提问和解答的问题呢 就在这里说出来啊 像刚刚我们一位同修在休息的时候提到了 我们跟父母建立这种关系啊 和父母拥抱一下呀 确实不容易啊 今天办不到 明天去办啊 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努力啊 我们认识了因果了 知道必须这样做 要不然等到我们最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 要往生极乐世界 信心很满很巨足 要往生极乐世界 突然间你看到你的父母了 你不一定比你父母长寿啊 是吧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父母知道你病得很重 突然间来看你了 那这个时候你对父母生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是一种忏悔的心 感恩的心 还是一种嗔恨心 你小的时候没养我 小的时候怎么样 这当下的一念心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忏悔的心 还是惭愧心 还是这种嗔恨的心 都会影响你临终的境界的产生 影响你对这个佛号的执着和执取 对极乐世界往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在讲佛法 这个静祖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把在自己 尽可能的在自己经历旺盛的时候 把这个现世 我们知道的这些贪嗔痴 尽量的去掉它 对父母的这种问题 家庭的问题 财产的问题 一定要在自己往生以前 全部做一个分割 不为对自己产生障碍 这才是好的 这是一个恢复 那么请问哪位师兄们 或者是同学有问题 可以提问 我们尽可能的回答 回答不好的 那我们请更高的 我们法师来回复 尊敬的杨医生 您好 谢谢 就是刚才 听您在跟我们讲课 最后的时候 你讲到 忏悔业障 这个部分 那么您是男的 我们是女的 我们从有原生家庭那一方 又有公婆家这一方 那我们作为一个女的 比如说像我 我妈妈身上所有的病 都我身上都有 那我是真的是 通过念佛 礼拜 妈妈身上有的那种节节 什么什么的 包括皮肤上很严重的病 就是烂到骨头都看得见 都可以通过忏悔念佛礼拜 我都消除掉了 那么我的女儿呢 我发现 她传承的完全是我夫家 甚至于像我公公的脾气 都像得不得了 那么作为一个女的 是不是两边的业障 都要由我们学了佛法以后 都我们来承担 我们来忏悔呢 谢谢 好 谢谢您 您是首先是给我们现身说法 就是说明这个颤除业障 确确实实可以把家族的 这个遗传病业障去断除掉的 但是呢 你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作为女性呢 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从自己的家走到夫家 就有两对父母了 两对父母了 但是你想一想 男人不也是这个样吗 你虽然是我们说是你嫁到了夫家 你成为这一家的人 这个你的丈夫同样 也是你们家人的一部分了 这是两性和一家 两性和一家 对于我们夫妻来讲 我们就共同担负着双方的一些责任 你身上所担负的这个业力呢 是以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为主的 男方所担负的这业力呢 也是有他的原生家庭为主的 但是当你们喝到一家的时候呢 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缘 为什么他娶个媳妇 不娶别人而娶了你 这是本身就是有业力的前世 一切都是业的发生 我们生在这个世间 本身就是业的产生 一切的自然界世界万物都是由业来产生的 业呢是由心产生的 对不对 本来是没有的嘛 所以说刚刚师兄也提醒我们说 那么你要想真正的断除业力呢 就是回到本心 恢复本心 这个才能够从根本上去产除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产除的方法呢 大多数是从事项上来产除 我身体看到一个病了 我能够感觉到 能知道这个业力的来源是哪里 那么我们就有跟针对性的 去产除这个业力 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来源是什么的 我们就普接回向 普接忏悔 就去做这样的 那么最根本的一个产除 就是从内心里面产除 心一亡是罪一亡 不要有那个心 等这个心里面 你真的不执着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罪业确确实实就没有了 包括我们对父母的怨恨也是一样的 我治疗过很多这种抑郁症 与原生家庭有关系的 又说我早就不恨他们了 不记恨他们了 我说那你说一说 你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吧 你边说说 说的时候还好 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激动 又流泪了 那这是已经放下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 最基本的放下的一个标志 就是当你述说 你很痛恨的一个人的时候 述说你的痛苦的时候 就像讲述别人的一个故事一样 你内心真的是没有波澜了 来述说你的父母的时候 伤害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内心里边 不只是和他没有这种冲突 而且要有这种慈爱的心 首先要生起到慈爱的心 在逐渐逐渐修行的时候 像我们学习的时候 这个慈爱的心真正的完了以后 也要把它断除的 因为一切众生无时节一来 我们都互为父母 这一生你是我的父母 我一定要先在这一生对境修行 先把我对父母的孝心 对父母的这个感觉 在双方的身上 心里边产生出来 强烈的慈笑 为什么学传统文化 这个慈悲 大悲心由慈而来 由笑而来 那么我们先从自己的父母 对境修行 修自己的慈悲心 生起这个菩提心 大悲心 然后在对境修行 我把父母之间的这种 慈爱 慈取的爱 父母之间的这种慈悲的 慈取的爱 断除 把这种慈爱 转换到一切的众生身上 这才是大慈悲心 然后菩提心这样是生起来的 它是有次第的 你如果你对自己的父母 都没有产生这种慈悲的心 或完全的孝心 从孝 慈悲心是从孝心生起来的 是吧 你不对父母去 无条件的去供养 去对他的服从 你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众生 有这种无条件的去供养 去帮助 去做 所以说它是有次第的 那你从父母这个对境 先开始把这个完成了功课了 然后放开 对一切的众生产生这种慈悲 修这个大的慈悲心 然后在这里边 你这个心就放下了 对一切众生都不会怨恨 对自己的父母更不会怨恨了 当建立起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说我们的心是慈悲的 是有智慧的 是有智的 我们这个无智就健全了 无常就健全了 那我们的心里肯定是健康的 当你的心里健康的时候 你吃的一切的饮食都是法味 都是法味 我们汉传的这些祖师们 每天吃一碗粥的很多 甚至不是八宝粥 这是一个百米粥 他身体是很健康的 你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甚至一百多岁 虚言老和尚一百二十岁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碗粥 一天就是一碗粥 那藏传佛教的也有很多 修行非常好的 弥勒之八尊者 在山洞里边吃什么呀 就吃我们这个 英国很常见的 这些熏麻草 熏麻草就是一碰 就会遮手的那种草 遮的手这样 遮得很厉害的 那么他们怎么吃 就是拿来以后嫩的叶子 它热水都没有 它只是弄一下以后 团团就放在嘴里面 嚼嚼就吃掉了 有时候就拿来煮粥 煮汤这么喝下去 他最后就吃这一种食物 山上就有这种东西可吃 他身体都变成绿色的 都变成绿色的 那么他成为大成就者 弥勒之八尊者 在正常佛教当中 他是大成就者之一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那么从这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一切的食物 它都是法味 因为我们心里边 已经对食物不执着了 我们所执取的 就是食物里边的一点营养 佛在修行的时候 一脉一麻一天 虽然是寿故临寻 但是精神还是好的 他放弃了这种修行 就是说人不要绷得太紧了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极端了 他再去吃饭的时候 他需要那么多的饭吗 脱脖的时候需要那么多饭吗 并不需要 他要给我们演示一下 看我们还是这个色身 还是需要一定的食物的营养来支持的 养这个身 当你真正的证悟到佛那个境界的时候 他根本是不需要的 阿罗汉他需要食物吗 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凡夫 再高一点 说我们在阴地修行吧 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食物来做的 我们的七情 我们的还是需要需要逐渐逐渐的去断除的 那么家族的业力 在两性合一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新的家庭里面产生了 就供在新的家庭里面 比方说你从你的家庭 原生家庭里面待过来的业力 丈夫从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待过来的业力 被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双方的业力 为什么说有的人子女 有的长得像爸爸 有的人妈妈 那么他这个业力的偏重不一样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所要承受的是不一样的 既是要有家庭共同的一个东西 还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东西要带的 那么他自己本身所携带过来的这个东西 是为主的 家族的东西呢 属于一个辅助的一个东西 相当于圆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定的圆在产生的 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断除了它的源 种子还在 它在发芽以前我们断除它的时候 就像一个基因表达 我现在今年30岁 我的一个基因表达呢 从科学上讲 它到40岁的时候才开始表达出来 这个基因才开始起作用 我的身体的细胞才开始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制因果了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来 我可能会像我的父母一样 他到了50岁的时候血压高了 我到了50岁的时候 左右的时候 可能血压就会高了 我又会提前预防 怎么做 闲是从心上做的 最大的功夫是从心上做的 而不是从饮食上 我不能吃咸的呀 我要多睡觉啊 我要运动啊 而不是这个样子 从心上做 我怎么样先做一个好人 孝顺父母的人 和顺同事的人 对子女慈爱的一个人 先从心形上改变 心形上改变了以后 你就多吃一点的东西 胖一点的也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的 这么多的祖师大德 你看一看 有很胖的 也有很瘦的 对不对 他们身体有问题 有问题 但是他受这个苦 他也不受苦 每个祖师大德 他在往生的时候 他都会视线一个疾病 一个是他的表演 一个是前世的业力 还是有起作用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没有正的真正的正果的时候 这个一些业力 还是要起作用的 但是他有病 很多他病不一定受苦 你看他 还要这里痛哪里痛的 他的心里边 他是不痛的 他是安住在一个状态的 包括我们的老和尚 你看着他 我们看着他 很心疼 我们做弟子的 看着他那个样子 很心疼 都要痛哭流涕 老和尚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 不全是我自己的 我活一天的目的 他早就要往生 为什么不往生 大家祈求他 留在这个世间 他要对他的弟子们 就是我们 消除业障 他要替我们承担业障 消除我们的业障 消除一切世间的一些灾难 消灾最大的 在身体上的表现 就是受苦 消除 受一些苦 出一些病 痛 通过这种方式去消 我们要是 我们也有学很多师傅们 看着师傅 受这么大苦 我替老人家 背一份责任 我们去观想 去背的时候 我们一天都起不来 今天观想一下 第二天起不了床了 我们承担不了 真的是那种业力 我们承担不了 所以说 这个每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 当这个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子女 在成长过程当中 要顺着我们 用我们的思维的方式 原理 就是从小要教育他 这些东西 怎么样 先让你做一个好人 做个好人 就是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伤害一切的动物 要爱护这些 包括这些 没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都要爱护 建立自己的这个人 仁慈的心 然后逐渐逐渐 有孝顺父母 这些我们都表演出来了 他只要这个业力 跟过来了 没有这个源 去促成他生长 到了四十岁 要表达出来了 那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就不给他表达的 这个 这个机会了 对不对 那么到了那里的时候 我的心已经转换了 这些食物 对我来讲 他就自然变成 甘露法味了 对不对 有的人 那正道的 主持们 毒药也是甘露 对不对 在他的身上 也是甘露 对不对 所以说他那个并不会影响 对于我们这个心形 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在饮食上 睡眠上 我们就适当的 做一些调控 不要睡眠太少 也不要太多 不要饮食过于偏甜的 偏咸的 协调一下 尽量的这么做 但是呢 最根本的 还是从心上做 所以说 这个业力在双方的时候 都是这么交叉进行的 每个家族都是这个样子的 大多数来讲 像我们传统上来讲 这个子女呢 大多数会继承 这个父辈的业力的比较多 因为从传统上来讲 女的嫁到了男家以后呢 他家族的东西呢 都转到这个里了 我们传统上的 儒家的也好 道家的也好 你死了以后 要录你夫家的坟墓 而不是回到你的 那个原生家庭里边 原生家庭 你就是离了婚的 被修了的女的 最后死的时候 都不会让你录祖坟的很多 就是说你和这个 原生的家庭 女的就基本上 断绝了这样的 一些业力的 传承的这么一个关系一样 最主要的呢 我们的子女 主要是受这个 父辈的这个影响 但是母辈这个 也是有影响的 比方说我就很典型的 一个例子嘛 对不对 我妈妈那边 是胃癌的比较多 那我就会有这个样子 我爸爸这边呢 他是肝脏不好 我的肝脏呢 就脾气大 比较急躁 这样我虽然没有 没有传染上 他像我们 这个中国人啊 我们都是没有分餐制的 乙性肝炎在大陆的时候 以前是传播性很强的一个 这个病毒 乙性肝炎 大家一起吃饭 就会传染上 我没有被传染上 我的两个妹妹都被传染上了 我妈妈也被传染上了 虽然没有引起肝脏的 很大的损害 都会及时的来控制住了 但是我没有被传染上 我从小呢 就对我父辈的这一边的这种事情呢 想对来说会免疫力更高一点 而对我母系的这一边呢 好像是更多一点 为什么呢 我自己分析啊 我对我父辈这一边 从心理上是比较疏远的 比较抗拒的 而我对母辈这一点呢 是很亲和的 像我的外公 他是个老中医 我就很受他的影响 他是很慈善的一个人 我每次去都觉得他才是 我没有爷爷 爷爷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说我爸爸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些 一些这样方面的寿命 像我们家族的寿命 也会受这样的一些影响的 那我就会受我母系的这些影响的 会比较多一点 一个亲和力 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的 就从外向上来表现 但是呢 我们不能以这个 作为完全的判断的标准 但是在自己修正的过程当中呢 两边都要去做 两边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都要去 一切的功德 普及回向给自己的父母 我们在回向自己父母的时候 一定要想的两个 我们有两个爸爸 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自己的亲生爸爸 亲生妈妈 另一个就是我的岳父岳母 还有我的公公婆婆 要这么去回向 很多人建立不起这么一个关键来 一去回向功德的时候 都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很少会想到 这两边都会去写上 所以说以后在做回向的时候 一定要去加上这一点 好 那就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谢谢您 杨医师好 莫学一心呢 有一个困惑 就是如何帮家人 颤除业障 因为我和我先生都是信佛 所以我们的理念 是比较相通的 然后我公婆呢 是比较虔诚的基督徒 包括莫学很担心 他们的身体 他们已经年过六十岁了 平时呢 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舒服 会长期吃西药 所以每次他们吃的时候呢 我是很心疼 但是我又不能做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接受中国的文化 包括中医的思想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想请教杨医师 我能做什么 为他们 谢谢 好 谢谢您 我知道您这个公婆呢 都是在国外的 是吧 是在英国人 那么因为这个背景不同呢 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好 我们的传统信仰也好 也是不同的 像刚才我们讲到 修行 修身是在不同的种族之间 我们平天下呢 我们把它扩展起来 我们虽然不是说 要建立一个国家 平天下 要推翻一个王朝 建立一个王朝 我们的平天下 作为我们修行的人 平天下 就是在不同的种族之间 传播我们最好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佛法 我们很多前辈 不央万里 又跑到非洲 在黑人之间 去传播佛法 跑到欧洲 在白人之间 来传播佛法 像我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的老和尚 就跑到欧洲 跑到东南亚 来去传播 传播这些文化 这是最好的一种东西 我们要传播起来 那很早的时候 基督徒 穆斯林 他们又传到事 他们就跑到我们那里 去传播 传播文化的第一点 就是要先要路相随俗 你先让大家 接受你这个人的行为 你先要在大家里边 让他公认你是个好人 你来是帮助他们的 然后他们才给你亲近 才能接受你的教化 像当年 基督教到了中国 传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怎么进去 拿着抗生素 拿着维生素 拿着手术刀 进入我们中国 这些传到士们 那中国那时候 没有这些东西 只有中药 老百姓很多 也吃不起中药的 好的中医也少 人长了肺炎 只能眼睁睁地 看到他死亡 他拿着抗生素 青霉素去了以后 来几片药下去以后 退烧了这个细菌 控制住了 生命保住了 那他会怎么讲 你真是我的上帝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他在去传教的时候 会不会容易 而且基督教 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 他有奉行一个观点 我们都是上帝的羔羊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牧师 我不比你高等 我只是上帝的一个传话筒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你没有钱 他给你钱 你没有粥 他给你粥 他们的寺院道场 就是这个穷人的救济场 他们树立这样的一个精神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伟大的地方在这里边 我们国内这个寺院里边也是这样做的 寺院里边的师父 救穷 救穷 疾苦 在国内是这样的 我们出来以后 老和尚也是这样做的 刚刚上午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提到了 我们老和尚来了以后 还跟大家建立关系 请客吃饭 给大家做一个和谐晚宴 让大家都来 都来 先让他们认可我们 认可我们这个做人 他还逐渐逐渐才接受你的文化 都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 丈夫 公婆 都是外国人 你首先要先融入他们 他们信上帝 上帝很好啊 上帝就是大菩萨呀 对不对 他是与人为善 老和尚说嘛 五大宗教 都是教人向善的呀 你可以把耶稣看作成 我们大四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或者看作成 我们大师之菩萨 也可以把那个圣母玛利亚 看成观音菩萨嘛 对不对 他也是在教导 这一类的人 去向善的 他们这个教法呢 不一定像我们现在 是个大乘佛法 我就要让你 转归到净土上一去 然后呢 达到一个究竟的圆满 他先把你转化到天人 先改变你的受苦的环境 从这个 五浊恶事里边 最拙的这一个人道 上到天道上去 先让你暂时的休息一下 通过暂时的休息 然后再去认识更多的教化 当机缘成熟的时候 他再让你认识佛法 那么像 包括我们去极乐世界 我们去极乐世界 终究目的吗 不是 我们去极乐世界 也只是暂时的 先脱离这个 五浊恶事的苦 我们去一个更好的修学环境 在那个修学环境 进一步的修行 最终再去其他世界去成佛 才是 才是一个最究竟的 那么你生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要有自己 到了这个家庭当中 你要对自己有个期许 第一 先在这个家庭当中 建立一个和谐 顺从他们 然后呢 你还有一个责任 好 我直接不让你们进入天道 我就可以再传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做得好了 他们认可你这个儿媳妇了 他就会听从你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 我直接带着你们去极乐世界去 他们就慢慢地吸引着你了 建立信任的前提 就是一个尊重 一个尊重和一个和谐 只要你完全地尊重他们了 你就很容易去倾向一个人 像我是一个医生 你来到我这个诊所里面看病 你写个主诉放在这里 我照一个你的舌头照片 摸着你的脉 我就告诉你 不要讲话 我先说 你现在呢 有什么问题 什么症状 先说一套 他就张到嘴巴了 然后我再告诉他 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往前推是怎么怎么样 你小的时候受过什么伤害 然后这个病是怎么转的 一步步转到现在的 好多人说的时候就已经惊掉了下巴了 我对自己的人生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总结 你为什么知道呢 我还没有看到那些东西 为什么你就知道了 他当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他会不会信任你 哇 你真是个活神仙 我这个病交在你手里边 你肯定给我治好了 那么他先信任你了 我们治病要从心理上疏导他 这个心好高兴一分了 那个病就好了八分了 可能就 对不对 就是心 这个作用实在是强大 那我可能别的医生去老婆 也开同样的药 那我也给他开同样的药 你这个药管用 那个人给我开的药不管用 这么心起作用了 心起作用 所以说我们这个法药啊 受佛菩萨加持了 他给了你同样的药 你看我们去庙里边求啊 都是一泡香灰 大和尚加持加持 你忏悔一下业障 在那里摸摸你的头 抱一抱香灰 你又胃病 好 给你一抱香灰 回去喝 喂好了 我咳嗽 我肺不好 给你一抱香灰 回去又好了 同样都一抱香灰 他治不同的病 什么原因啊 我们的心在起作用 佛菩萨加持 我们心起作用 所以说当你浓入了一个家庭里边 完全受到这个家庭的信任的时候呢 你再去做的时候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你要跟着他信耶稣 信基督 他们祷告 你要跟他们一起祷告 一起去忏悔 他们也忏悔业障啊 对不对 也是去忏悔啊 他们认识到的忏悔的业障的法门呢 可能比较浅 那我们认识到的法门呢 可能深一点 你会教导他啊 你从事先上忏悔啊 我做了什么事了 哪天怎么样不好 那忏悔一下 你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心在起作用 贪真痴 心生出来的 这个善也是心生出来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保持心的清净 真正的清净心 才是光明的 才是消除业障的 让心变得越来越清净 有光明 他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方法 他就会试着去做 当他试着做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他有法门啊 我们大家在 在学习的时候 传播知识的时候 要告诉他一个法门 让他去学的时候呢 他能看到效果 看到效果的时候 他就会相信了 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 是半信半疑的 表面上看的是细腻 实际上呢 他是等结果的 等看到一个结果以后 他去实行 看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呢 他哦 真的是有这样的作用的 他就会努力的去做了 那就这样 好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也非常赞叹你这个发心啊 对自己的公婆 有这么好的 慈悲 发这么大的心 既要关注他们的心身体啊 让他们身体健康 还要关心他们的将来 非常了不起 感谢你啊 这也是我们菩萨修行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 好 那啊 我 那个 没有过多的问题呢 我们就给大家再讲一点 我们自己去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呃 我们再把一个PPT再放一下啊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气啊 是起很大的作用的一个 一个东西啊 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的修行过程中 虽然你没有在练气啊 但是呢 气一直存在 一直在你的身体上起作用 那么清静心 是最好的一个气 我们当 当你静坐呀 观修最好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就融化掉了 啊 我们平常观修的时候 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的形状 看到自己的脏腹 觉得这个啊 挺好了啊 那么当你真正到进入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你就一体是光明的 你的光明 自性的光明和佛菩萨的光明 融合在一起 这是统一的一个光明 他就没有身和心的这种区别了 他就一体的了 这是最终的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当下既是净土 既心既是净土啊 一念心清静啊 当下一个佛号 你清静了 那就是净土 就是指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 就是想着让这个 逐渐逐渐的 让这个一念清静的心呢 保持的时间越来越矩 那么你的修行呢 会越来功夫越来越深 当你在最后的时候呢 你就关注在这一念心上面 佛菩萨 阿弥陀佛 自然会来的 自然会来的 所以说 那这个气是什么呢 首先是我们一个呼吸之气 像我们练气功的时候 我们要调呼吸 通过呼吸 来带动气机的升降 我们身体很 很好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是机器所取代不了的 气机的升降 要靠很多的作用在里边的 心肾香蕉 这个上下的气机的波动 肝生肺降 左右的升降 这是一个气机的升降 脾胃啊 脾胜胃降 在中周里边 中间 这样 我就比喻成 像我们四个叶的风扇 四个叶的风扇 脾胃呢 是中间 这是圆动力 圆动力 它在里边转动着 心肾呢 就上下的一个气机的交通 肝肺呢 是一个圆形的 左右的这么一个交通 气机不流动了 不升降了 这个人就完蛋了 就出问题了 首先你瘀了 它就长病 我们前段时间讲中医的时候 讲到了这些气机升降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从舌头上就可以看到 你气机哪个地方堵住了 哪个气机不好 就可以调整 练气功 修道家的功夫 佛家的功夫 都是要修气的 一开始 有些功夫呢 像我们大乘佛法的静坐呀 他不主张去修气 比如说我们的印王祖师 你不要关注在哪一点 把气行到哪里 不去做哪里 但禅宗的一些法门呢 他也是要观修这个气机的 观修气机的 那么密宗的一些法门 他更是要对气机的修行来做 先用气机呢 把身体调整到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气能够调整到壮了 我们身体就强壮 我们的心就更加安定 更加安定 也就是说通过来调气 让我们的行身体更加健康 让我们的神呢 更加的安定 更加的强壮 道家的修行 更是注重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调气的时候 注意到肺是主呼吸的 主气的 用它来调整 看我们这个老子 《道德经》里边有句话 天地之间其妥阅乎 妥阅是什么呀 就是风箱 就是风箱 你看左边这个木柱的风箱呢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风箱 那中间是它的一个解剖结构 右边这个风箱呢 是我们西方人的一个风箱 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中间这个图 把它立起来 上面这个拉杆 放在上面 那么我们把它 想象成是我们的头 中间那个棍子 是我们的颈椎 风箱里边 这个箱子里边 一个横着的挡板 那就是我们的胸腔和腹腔之间的这个隔膜 叫胸隔膜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隔肌 对 它就把我们的体腔呢 分成两部分了 这个风箱的拉动 就是通过这个 横隔膜的上下的运动 来把风推动起来 我们身体也是这个样子的 把它竖起来以后 谁是天谁是地呢 我们的心脏是天 阳中之阳为心 阴中之阴为肾 肾就是地 这个心就是天 这是天地之间 这一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风箱 就是通过隔肌的上下的运动 来调唱我们的契机 那西方的这个也有道理呀 你看它西方这个盖子上面 这个孔 这个进气孔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躺下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的肚脐 底下的那一块不动的是哪里呀 是我们的后背 和肚脐相应的就是我们的命门 肚脐就是先天的阴气 命门就是先天的阳气 心是阳 肾是阴 那么反过来呢 那么反过来呢 往下的时候呢 肚脐是阴 后背是阴 阳 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 就尽量的就是阴和阳 吸气的时候分离的越远越好 呼吸的时候呢 阴和阳接触的越近越好 这就是调泻阴阳 这个呼吸是非常好的一个呼吸 所以说在这里呢 你调射阴阳的时候就交通心肾 然后就是用这个交通天地 从大处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你做得好了以后 晚上睡觉以前坐上几次 很容易就入睡 我们在这是一个服饰呼吸的一个图 女同志学习服饰呼吸 可能会稍微费力一点 女生呢 一般以胸式的扩胸运动 呼吸为主自然状态下 男生呢以这个服饰呼吸为主 肚脐升降这样的为主 但是呢我们要通过练习呢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你像我们吸气的时候呢 服饰呼吸中间这一个 吸气的时候呢 咳肌要降下来 降到降不动的时候呢 我们再扩胸 再把这个胸腔再扩大一下 让进更多的气吸到这个肺里边去 当呼吸的时候呢 咳肌要升起来 怎么升咳肌呢 就压缩腹肌 收腹 把咳肌压上去 然后再收胸 把整个的气呼出来 我们平常不做这样运动的时候啊 我们的气体 有30%的气体 是聚集在 留在胸中的 留在肺内的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的正常的呼吸 不能够完全的把气体排干净 特别是老年人 有肺病的人 那么里边有感染的时候 他就会长期的形成慢性的炎症 通过我们这样的训练呢 我们会随时肺里边保持 更多的这个干净的气体 把一些肺气 二氧焕碳什么的 干净的东西排出来 所以这个呼吸训练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呼吸的时候呢 会用到很多的肌肉 核心肌 隔肌 我们来保证 我们肌住挺拔的这些肌肉 包括我们这个 痕肌 作为一些辅助肌 都会用到 那么在这个呼吸调整的时候呢 就会调整我们的形体结构 像我们驼背的人 驼背的人 这样弯着腰 你让他做几次深呼吸 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现在深呼吸用力的吸气 你的背是不是就挺直起来了 你连续做上三次试一试 通过这样 你的鸡背会挺直起来 而且在做的时候呢 看这些肌肉 树肌柱的这些肌肉 它会把调整 这个肌柱之间的 肌关节之间的肌肉 我们椎间盘的突出 椎体的错位 它就会通过这些肌肉的调整 来完成了 还有这些像核心肌 背部的这些大的这些肌肉 它也会得到一些调整 那么我们在做静坐的时候呢 像这个姿势啊 这是标准的禅宗的 我们静坐的姿势啊 七知做法 这是释迦牟尼佛 清传的法门啊 一个姿势 一个姿势的怎么做 怎么摆放 都是佛告诉我们的啊 七知做法 做完了 做的时候呢 一开始啊 你打坐 先调形啊 道家呢 说调形 实际上是一样的 先把形体摆好了 然后调气 就调呼吸 做几次比较深长的呼吸 这几次深长的呼吸呢 就会让你的坐更加安稳 肌肉状态更调好 把肌柱挺直起来 那么静坐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图啊 如果这个肌柱不调直啊 它就会影响到气机的运动啊 气机运动不好 我们心想安定下来是不容易的 那初学坐的人呢 底下尽量的做一个小垫子 垫子一坐下去以后 肌柱就自然的放松 就挺直了 这个基柱就是我们督脉的位置 前面你弯着腰啊 含着胸弯着腰 我们的热脉受到挤压 督脉也受到这种牵拉 它的气脉是不通畅的 不容易通畅的 当你垫一个垫子 挺直了腰杆以后 自然的啊 就像一个前串子一样 一节一节一节的摆在那里 它是放松的 而不是你故意这么挺的 你几次呼吸以后一放松 它就安安稳稳的 就挂在那里 它不受力的 所以说你无论你怎么念佛 念得多久 除了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这个腿会麻木一点 以外不舒服以外 这个肌柱啊 它是很舒服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也是做好了以后 做五十呼吸 看包括吸气的时候啊 肚皮时间的鼓出来 吸气的时候呢 肚皮时间的进去 呼吸之间呢 呼吸末的时候呢 稍微暂停一点点 停一点点 然后再吸气 停这一点呢 这是很重要的啊 大家在念佛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观呼吸静坐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啊 做久了 你会知道那一点的作用是什么了 就是做呼吸 呼吸 做上三到五次呼吸以后 好 你就静心坐在那里 就不要管它了 就不要再管 去做 有意识的去做这个呼吸了 就自然的呼吸 自然呼吸念佛啊 就自然的呼吸念佛 就可以了 那除非你学特别的一些法文啊 要对呼吸是有 很好的一些调整 训练的 那么我们 为什么说要这个呼吸 是可以改善这个身体的 改善心理的呢 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个理论啊 我们都知道身体啊 这记忆 我们有一个大脑 还有一个腹脑 我们很多的情绪的记忆啊 都在腹部的进行一些记忆啊 腹脑也就是大肠 或者是肠上面的这些细膜啊 它会有情绪的记忆的存在的 胃肠 为什么有人减肥 减不下来啊 因为我们的身体有记忆啊 你控制饮食 然后减得很顺利 顺利到一定程度以后 要不然你就出现了一些结实病啊 厌食症 要不然很好了 以后一放松 马上就在食 很快身体又回去了啊 回到原先的那个体重了啊 就身体是有记忆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呢 就会知道中医的心理学 他会跟我讲难经常的话啊 那么你这个把肚脐啊 肚子呀 分成九宫格啊 中间肚脐的位置呢 是我们脾的位置 左边呢 是肝的位置 右边是肺的位置 上面是心的位置 下面是肾的位置 那相应的我们五脏情绪的一些愈解呢 也是在这些位置上体现出来的 那当我们大家 你躺下以后啊 摸摸自己的肚子 往下一压 你哪个地方崩崩的跳 然后很痛 一个硬包 那就是标示你 以前有这样的情绪的愈解 啊 那这样在我们的身体的调整 和这个 针灸的调整心理疾病 身体疾病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啊 所以这样的服饰呼吸呢 他通过隔肌 隔肌在这里啊 这是隔肌这个壶 上下的运动 他就会把整个的脏腑进行按摩 形成的这些愈解是什么呢 是我们脏腑之间的这些粘膜 筋膜 他团在一起了啊 我们摸下去 这个肤住动脉 在最底层靠近基柱的 正常的人呢 是看不到腹部的跳动的 你轻轻的按压 也不应该试到这个跳动的啊 你轻轻的一摸 就能试到这个跳动 就说明有问题了啊 你压到中间以下 试到跳动是可以的啊 因为这个 扶主动脉 和上面的组织之间 它都有间隙的 这个间隙呢 是从个筋膜和细膜之间 把它连着的 我们脏腑是这样 像一个网痘一样 在里面垂吊着的 垂吊着包裹着它的 正常的这个东西 是有距离的 当这个 这个底下的动脉 在跳动的时候呢 它这个传导 因为中间有空气 有这个位置 它传导不到上头来 它传导不到上头来 当这个组织间隙没有了 它连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一起跳动了 它就传导上来了 这呢就是 西医呢 就说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而造成的这种粘连 组织器官进行粘连了 那么真正的无菌性炎症 产生的原因 就是这个情绪的波动 情绪波动 气急淤质 然后身体排泄出来的 这个水湿 代谢不出去 弹湿 就形成在那个地方 聚集在那里 就像浇水一样 把它粘在一起了 就像我们绳子打结了 我们绳子打结以后怎么办 你不能硬拽 要松松松 松一松 紧一紧 松一紧 让那个结慢慢慢慢松开 然后再抽出来 这个俯视呼吸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做这个 每天早上睡觉 起床以前 做上五分钟的俯视呼吸 睡觉以前 再做上五分钟的俯视呼吸 要够深度 我相信我们大家 在做这个俯视呼吸的时候 很多人一吸到这里 哇就吸不动了 就开始痛了 就牵拉住了 这说明这个身体 这个气急的 预知的是比较多的 长期静坐的人 观呼吸比较好的 心理健康的人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只要有这样的问题 先承认下来 我自己有问题 心理上身体上都有问题了 然后去改变 揉腹啊 揉腹的时候就顺势阵揉 呼吸就这样的 呼吸后边 我还给大家放几个视频 这是呼吸的方法 这个PPT呢 我会发给大家 让大家去学习 这样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 一点点的去 跟大家讲述了 那么这里呢 剩下的时间 我就放 请我们的 老师放个视频看看 那么这是躺着的位置啊 自己的子女啊 或者是亲人 躺在床上 一定是个硬板床 会躺在地上啊 来做这个呼吸 然后来通过我们的 辅助手法 来帮助它 去消除这些瘀结的 一个方法 好 请播放 教大家一个 出息保险的方法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有抑郁症啊 各种精神问题啊 情绪问题啊 和胃部的问题啊 消化洗头的问题啊 我们都可以认为这种方法 服饰呼吸的方法 可以用外壁 首先呢 用手按一下腹部 找到一些压痛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痛的节节在这里啊 很痛 我们的掌根呢 掌心呢 按在这个肚脐啊 附在肚脐上边 轻轻地把它压下去 感到疼痛的一直啊 或者是感觉到它这个腹部的一个漂亮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 用力骨肚皮 把手钉起来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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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呼气的时候放松 把肚皮放下去 约身又好 随着这个 呼气把手里压下去 吸气 保持着压力 骨肚皮 用力骨 用力 然后呼气 放松 然后呢 就压力压下去 然后仿佛地这样做 用力吸气 骨肚皮 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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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呼气 好 接次以后呢 轻轻地弄一下 揉一揉 让它感受这个 感受的疼痛 这个揉的时候呢 它就会让这个结节 慢慢慢慢松开 好 再来一次 用力 用力 再来 再来 好 放松 吸 好 请注意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辅助 运动的一种方法啊 让自己的这个 轻软呀 或者是要挑离的人呢 就躺在那里 大家看到它 腹部的这种上下的 呼吸的这种运动 运动的幅度 越大越好啊 吸气的时候 鼓得越高越好 你的手呢 一直是保持着这个压力 它吸的再深 啊 你这个压力也保持在那里 它呼的在在往底 你也是保持压力 不要这个压力 呼轻呼小啊 你他 吸气末的时候呢 或者吸气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 呼气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他 这个腹部的跳动 或者他又疼痛了 你就不要再压了啊 就轻轻的在那里揉一揉 一开始我相信 嗯 我们很多这个 学习家庭 传统文化的家庭里面的子女 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对这个 传统文化的理解 或者是对子女的教育的一些问题呢 很多子女都有这样的心理上的一些压抑的情况 都会有这样的疼痛 所以说通过这个方法呢 他会调气调行 调气调行最终的目的 他还会调神 让精神状态更好 这三位是一体的 行气神三位一体的 气好了 行就好 神就好 神好了 行和气就都好 三个是三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两个就是调整 通不同的体位 调整我们这个肌柱的 呃 一种方法 好 再请放中间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个 用一个圆枕头 啊 配合呼吸 调整我们 记住 呃 声音比较低啊 我就解说一下 我们先选择一个比较这个硬的一个地板 或者是瑜伽垫子 和我们的拜佛的垫子啊 先 躺平了以后呢 找一个舒适的体位 这个垫子呢 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呃 圆垫子 我这个垫子是里边装的是那个艾绒啊 一些比较好的艾绒啊 你可以用这个毛巾 它的浴巾卷起来 卷成这样一个垫子 这垫子的高度呢 不要太高一开始 五到七公分高啊 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 先垫在自己的尾堆这个位置啊 然后垫好了以后你把它躺下去 身体躺好了 四肢啊 全身全部放松 摊在这个地上啊 摊在地上 然后再做这个深呼吸 做三到五次这个深呼吸 每次深呼吸的时候呢 特别是呼气的时候 要全身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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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所有的肌肉全都摊下来 就这样 做三到五次以后呢 你再做起来 把这个垫这个枕头呢 上升一个结位 也就是说一个枕头的宽度的这么个位置啊 放在这个 吸气吸嘛 记住的这个地方 再重复 躺下以后呢 重复相同的动作啊 一直到什么位置呢 到我们的颈椎啊 从腰底椎一直到颈椎 这么一个一个的呼吸调理 这样对于很多颈椎病啊 颈椎病 腰椎病 记住这个侧弯也好 很保险非常好啊 呃 对于一些老年人的这种骨质压缩 因为压缩性骨折而产生的一些疼痛 也是非常好的 当然那些老人要垫子要低一点啊 不要太高了 呃 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垫子 在适当的高一点 可能高一点做更好的一些前拉 这个对各种慢性的腰肌的损伤 积住的病变都非常好 我们很多拜佛的 因为拜佛的动作呢 是弯腰起来弯腰起来 那么一直是一个往前的这种运动 那往后的运动呢 就会少 我们的肌背也就会比较紧张僵硬 每天晚上的时候睡觉以前 哎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以后 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到 这个腰背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 做一做这个运动的很快就会放松下来啊 对于一些急性的甚至急性的腰疼的病人 我有几个病人痛的起不了床 我就指导的他这么做 他就哎做几次以后慢慢好了 我们汉学院也曾经有同学 突然间扭伤了腰动不了了 也是来不了就指导的 他用这种方法 逐渐逐渐做几次以后 他这我们急性的扭伤 很多就是肌肉错位了啊 筋出桥 筋出槽这个骨错位 那么通过这样的运动的呼吸 他就归位 关节肌肉 他就恢复到正常的位置上来 减轻了压迫 减少了水肿 自然就不痛了 这个是养生保健里面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 这里推荐给大家 另外一个最后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用来 对于一些中青年人啊 不是老年人 老年人不用这个方法 来调整 共同的调整前后的 这个一起调整的一个方法 颈椎病啊 肩关节的疼痛啊 跨关节的疼痛啊 都可以做 好 请播放 这边跟大家演示一种 通过呼吸和运动前拉的方式 来调整我们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双脚站立啊 和肩同宽 或者臂肩稍微快一点点啊 两个脚呢 是前后的前后的方向的平行的 在这里 嗯 也比方说你要是有右边的 腰的疼痛 和右胯的疼痛呢 你的身体先向右侧旋转 也可以先做前后的这种 这种前拉啊 一开始的时候 一边吸呼 一边呼气 一边吸气啊 做这个 运动 如果我是左边疼痛 身体的转身 往左边转 右膝 轻轻的弯曲一下 身体转过来 做左腿跟直 好 身体轻到左边 那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 在你一空啊 就停止 这个手的脚全身放松 两步放松 是吸气 好 我现场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我声音比较低 而且呢 大家看不清楚 这个胸前的肌肉 腹部的肌肉 背部的肌肉 都会偏于僵硬紧张 那么通过这种呼吸的牵拉呢 他会给他 做很好的保健 首先呢 我们可以做前后卫的这个 运动 两个胶和肩同宽 两个脚掌呢 是前后平行的 首先呢 我们做的时候 是一个追结一个追结 慢慢慢慢慢慢把它弯下来 放松肩 放松腰 往下垂直 向来 好 当这个身体 由上三分之一 弯下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呼吸了 用力的吸气 吸到最高 然后呼气 呼气的时候呢 就配合着放松和 进一步的往下 啊 落 然后再吸气 放松 好 再来 做三次到五次 然后再起的时候呢 也是吸气 先直立腰椎 再直立胸椎 这样起来 啊 然后呢 你可以做背部的一个 往后走啊 然后往下走的时候呢 先腰往前走啊 然后胸 然后颈椎 然后颈椎 就让身体形成个反弓形啊 然后吸气 慢慢慢慢回来啊 做这个的时候呢 一开始 吸气 呼气 不要太深 因为好多人 身体虚弱的人呢 你吸气过深了以后 可能会站不稳啊 脑去痒 会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体位呢 比方说我们左半身 有疼痛 你可以先逐渐的 把身体呢 转上左侧啊 这个脚的位置不动 转的时候呢 右腿 轻轻的去一下啊 然后做同样的动作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这样一直这么下来 下来以后呢 再慢慢慢慢把身体 转到右边来 保持这个位置啊 然后吸气的时候呢 就开始生呼气 生吸气 呼气 吸气 来这样 起来 就是这边下去 这边起来 做这样啊 然后呢 就是一直起到这个位置 起到位置以后呢 再转回来 再转回来 然后再往右边转 右边转 吸气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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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下来啊 这是往右的 往前的前拉 回来以后 从左边再起来啊 完成一个另一个方位的这种前拉 一直做这样啊 做上这样三组以后 你的身体就会肩膀呀 腰胯呀 都会受到很好的前拉运动 如果是肩膀很痛的呢 我们可以做更加深入的一个前拉啊 扶着门框 扶着门框 身体呢 往右转 往左转 这个手臂就打开了 一打开以后 我们的后侧前边 后边的身肌 里面的趋肌都会受到前拉 也是做这样的运动 吸气呼气 这个脚后跟可以抬起来啊 吸气呼气 吸气呼气 做这样的一个呼吸 然后再转回来 做另外一次 就是把呼吸和运动结合起来 我们传统的这种养生术里面 就有这样的方法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去考虑 去copy这些 像我们传统的一筋筋和这个八段筋 都是要配合呼吸的啊 一筋筋一开始委托腺处 吸气起来以后 好 拼住气 然后要撑 这个身体啊 有要有力量 有股力量 拉着你的手往外走啊 从身体的往外走 这样伸下去伸出去 两个手都这个样 下的时候呢 就呼气 压着就有一种力量压着下去啊 那么掌托天门的时候 也是 完了以后 再回来 一定要有身体往四周四极 牵拉和内收的这个动作啊 八段筋和这个一筋筋 只要每天坚持做一到两遍 我们的大家的身体肯定很好 一定要把这个呼吸配合好了 在网上呢 再去训练的时候呢 把这个呼吸的节奏和方式方法 在什么时候去呼吸掌握好了 是非常好的 就是八段筋和这个一筋筋啊 它本来都是道家和佛家的一些功夫 啊 养内劲和调身体的方法 那么 传出来以后呢 像我们大众啊 都会很受益的啊 很多疾病 形体上的疾病 和和气的疾病 都会被通过这样的运动来做好 包括我们的拜佛也是啊 我们拜佛呃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拜佛大拜的一些动作 也是啊 你弯下腰去的时候 你跪下去的时候 要想着一开始训练的时候这样啊 并不说你以后拜佛都是要这个样子 我们小拜的时候呢 一个拜殿下来合掌 下的时候呢 也是要记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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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个啊 合掌 然后一个记住一个记住一个记住 这么下来 然后放掌 放在中间的时候才翻过来 两个手平行的放下 单跪也好双跪也好 这么下去 身体就像婴儿一样这么团起来 团起来 翻掌拜下去 然后再回来啊 啊 一个起的时候呢 先去吸 去吸 然后从腰椎开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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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直起来 吸气起来 呼气下去啊 吸气起来 呼气下去 一开始要做好这样的训练 你的记住的前后的牵拉 腰胯 椎体的这个关节的牵拉 都会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 把它松开 啊 你不会累的啊 大拜也是这个样啊 做大礼拜的时候就更多啊 使劲的吸气 然后伸过去啊 好 手掌往上 来上来以后呢 放到顶上 当顶上的时候呢 你可以观想一下 你要使劲的往上顶 和佛菩萨做和接触啊 脚往下踩啊 这个样子 就顶天立地 然后下来啊 就做那些啊 这个动作 然后呢 再去拜下去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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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啊 手分到两边 然后再滑下去 拜下去啊 起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慢慢慢慢慢慢 起来合掌啊 在这些动作里面 都有这个呼吸的节奏 在里面加进去的 你做这个 特别是拜佛 你在拜佛的时候呢 这个既有腹肌的运动 小礼拜的时候呢 我们正常汉传佛教 礼拜的时候呢 对这个胸腔腹腔 这些脏腹的 这种按压按摩啊 消除这些余节 是非常好的 通过这个呼吸 在里面加进去 大礼拜的时候呢 对这个肌柱 大关节的这种 前拉运动和保健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呃 在这里呢 也分享一下跟大家 呃 在以后的这个 拜佛的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去稍微 呃 观想一下 就是在拜一开始的时候 呃 去做这样的一个 观想和训练 几次 那么再往下拜的时候呢 呃 肯定要一心立佛了啊 不能掺杂这些念头了 呼吸啊 其他的东西都不能 都不能去掺杂了啊 就一心去立佛 是这个样子 好 谢谢呃 我们大家今天 一起来学习 那么后边呢 就是加了这个 这个与通过呼吸来调整 形体结构 调气 调神的一个方法 希望对于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会后有什么 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个人的问题呢 呃 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加我的微信 我们这个呃 这个 管理这个会议的会务组 都有我的微信号 也可以从我们的呃 群组里边加我的微信号 我有什么问题呢 牵涉到个人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私下交流 给大家做一个指导啊 做一个指导 只能说一个指导 能不能把一些病消除掉 不是很容易啊 我们治病啊 一定要自己去治 自己去治 不能靠医生 对我们学佛的人呢 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 第一个啊 把生命交给佛陀 啊 我们的生命生死 有什么时候走 佛陀来接我们去走 把健康呢 交给医生啊 啊 好 我有病了 你给我治疗 我不挂在心上 哎 你医生你觉得我身体 需要怎么调理你 好 家人你把我送出去 调理一下 我就接受调理 好 不要把病挂在自己的心上 我就注意好自己的 该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可以了 不要今天 我这个病怎么还没好啊 明天这个病怎么还没好啊 老是越关心这个病 你的意念里在那里 心在那里 这个病好不了的啊 只有你把这个病不管它了 哎 好像这里不痛了 那个瘤子好像好了 就是这样 像刚才这位师兄所说的 通过拜佛忏悔 身上的这些皮肤病啊 这个阶级啊都消除了 你要是天天想着摸一摸拜佛的时候 你也摸一摸佛菩萨加持 我这个好了 拜完了以后第二天 哎呀还有佛菩萨加持摸一摸才好了 你永远他好不了 你什么时候忘了他了 好像突然间想起来 说没有了 他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很多癌症的人是这样啊 我们以前流传的一些山西小院 一心拜佛念地藏菩萨 念念念念念念 过了多少时间以后 好像身体好一点了 去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 那是好多少了 这有信心 有的人呢 一旦有了信心以后光想 哎呀明天睡觉还好一点 可能又又会恶化了 对很多时候啊 就是我们无念 真正达到无念了以后 心里面清净了的时候呢 毒也不亲 善也不亲 就是这个样子 才会真正的去修行 是真正的养身啊 也感谢我们师兄 在课间的时候给我提示啊 要跟大家真正的交流一下 这个心得啊 修行的心得 真正养生养心 就是调我们的心 达到无念 无求无欲 破除贪嗔痴啊 这些东西 让自己真正能够不去执身 也不去执法 到一个境界以后呢 自然就好了 颤除业障呢 真正的颤除业障 从心里面去颤除 这是最好的 好 谢谢大家 以上有任何布鲁里布鲁法的讲法啊 请大家随时提出来啊 也在诸佛菩萨面前做忏悔 阿弥陀佛 你能读一下 我知道 谢谢观看